今天的和平是无数英雄儿女在枪林待雨中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 今天的美好生活是无数地下的英雄用生命和热血拼来的 他们都值得被铭记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位英雄 他为了掩护战友突围 自己却牺牲在异国他乡 年仅29岁 他的名字叫傅平山 傅平山1957年出生于天津堂姑 从小喜欢踢足球 曾为天津体校足球队员 1977年 20岁的傅平山参军入伍 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由于表现优秀 傅平山历任战士 排长 傅连长 连长 曾四次荣令三等功 多次受到部队嘉奖 1986年9月 傅平山跟随部队开赴老山前线 参战前 他是北京军区复营职参谋 进入战区后 傅平山不畏艰险 哪里艰苦到哪里去 先后六次带侦察分队 执行战斗任务 1986年12月27日 在执行侦察补服任务中 傅平山带领的侦察小分队 因为一名越南农副发现 越军随即出动大量部队前来围剿 敌我力量悬殊 小分队面临被拳肩的危险 为了保存永生力量 傅平山依然选择掩护战友突围 激战中 傅平山右腿重担负伤 仍坚持战斗 顾身一人留在敌后 于越军周旋了六天五夜 身上的武器 只剩在一支威力低下的 六七式微生手枪和七发子弹 战友们成功突围 而傅平山却被上百名越军重重包围 敌人试图喊话劝降 但傅平山命死不详 越军恼羞沉默之下 以集体投掷手榴弹的方式 将傅平山烈士杀害 烈士牺牲时年仅29岁 傅平山是建国后 中国军队作战阵亡级别最高的侦察兵 烈士不能够留在异国他乡 当得知烈士遗体 被埋于越南苗王县城附近的一个墓地边上 侦察大队以一万元人民币 买通越南边民前去盗出尸体 无奈遗体挖出时 以高度腐烂 最终只得取下头颅带回中国 火化后 葬于天津堂姑烈士陵园 傅平山被追记一等宫 傅平山牺牲时年仅29岁 当噩耗传回家里 悲痛不绝的遗孀余怨瓶 独自撑起了家庭 他对婆婆善意隐藏真相 长达八年 直到老人去世 多年来一直没有再婚 独自将女儿抚养成人成才 未经许一期用